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很多是都要在外面的 我们可能在外面有很多的活动 可是当我们全部都聚在家里的时候 你都做些什么呢 没有错的话 在过去这一两年里面 很多人都在追剧 听说Netflix的生意非常的不错 我相信你跟我贡献了不少 我不晓得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看了些什么 说实话 我也看了一些 今天想从其中一个来跟各位分享 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其实你会听到 有一些 其实流行的 我们大部分流行的都是讲到说 什么韩剧 但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日本 日本他们这个动画或者是动漫 它其实影响力也非常非常的大 可能我今天讲了你完全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没有关系 表示我们跟你之间的年纪是有蛮大的一个差别的 像今天呢 anyway 我就不讲了 我本来讲我们翻译的事情 就说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关注的是不一样 所以去年的时候呢 我就听到有一些家长有声音 就说 因为陆陆续续呢 日本出了一些的动漫 那这个动漫呢 非常的有影响力 然后呢 做家长呢 非常的焦虑 然后就说 不晓得说 适不适合给小孩子来看 那其中一个呢 其中一个有好多个 其中一个呢 叫做就是 其实呢 你如果有稍微注意 没有的话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It's ok 没有关系 我跟你讲 没有关系 就是呢 其中一个叫做 鬼灭之刃 那鬼灭 突然好像有知道 其实你还是不知道 你只是怕年纪的关系 那是什么东西 不晓得 那 其实我就有听到一些了 可是呢 我知道说 基督徒只是 很多家长 只是在于说 到底可以看 不可以看 但是他其实 他内容是什么 也不知道 结果呢 没有多久呢 因为我在听到 有人在 在有一些声音的时候 其实我很少 各位你们发现 牧师很少发表说 这个可以看 那个不可以看 这个有问题 那个没有问题 我很少做这样的事情 我只是比较多的时间 在讲圣经 但是今天呢 我魄力 我要讲这个事情 就是呢 当然人家在讲说 很多家长 因为太多孩子都在看 其实不是孩子在看 年轻人也在看 或者是 就是社亲的 或者是像我这个年纪的 你知道吗 后来我的儿子 我儿子多 小儿子 小儿子跑来就说 爸爸 你要不要跟我看一个 这个最新的动漫 我说哪一个 他说 鬼灭之刃 他不是讲中文 他讲英文 Demon Slayer 那我一听的时候 我就想 他找我一起看 我说可以啊 那这样我们一起看 好不好 你知道吗 我们接下来呢 就花了还不少的时间 一集一集 真的哦 你知道我儿子就跟我 我们就是拿着一个iPad 两个人的头都在一起 就一起看 各位 各位 其实我还蛮享受那个过程的 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大参与在 另外一半在看什么 或者是孩子在看什么 你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个不是我喜欢的 或者是 说实话 如果没有事 我不会自己去看一个动漫 那现在其实我已经累积了 好几套的动漫 都是因为 不同的儿子给我推荐 你要看这个 你要看那个 爸爸你一定要看这个 所以我们家有点颠倒 比较不是我在告诉他 你要看这个 你要看那个 都是他们告诉我 我应该要看什么 就看了 所以那个过程的时候呢 我其实跟这个 当然我稍微讲一下 如果 我今天会讲一点点 一点点的剧情 不会给你剧透的 不用担心 就是呢 其实呢 因为 因为呢 在那个过程呢 这个动漫在日本 它是一个漫画 它出来的时候 它影响力之大 它短短几年之内呢 就卖超过上亿本 上亿本的这个漫画 这个动漫 这个漫画 然后呢 后来它把它拍成这个 这个动漫 然后拍成 甚至拍成电影 去年的时候 上电影的时候 不算是去年 今年电影的时候呢 它的票房也是 好的不得了 但是它到底在讲什么呢 我花一点时间 在跟你讲 因为我跟着看的时候 虽然 它的内容 蛮血腥的 所以你孩子小的话 我也不建议看 但是呢 如果有一定的年纪的话 其实呢 如果真的要看呢 它也可以看 那到底在讲什么 今天 你说 牧师今天要来介绍剧 这个教会发生 什么事情了 然后呢 这个 讲道都不讲 你要忍耐一下 你要稍微忍耐一下 我会跟你解释 为什么我今天 要跟你讲这个 它其实呢 在整个的一个故事 其实呢 到最后呢 到最后 其实我 我真的是 那整季啊 整季的这个 这个动漫 就是我都跟着 儿子一起看 到最后还跟他 一起去电影院看 所以我们中间 还有一个 bonding 还有一个连结 蛮奇特的 但是呢 它主要要讲的 一个事情就是说 它说世界上 是有鬼的 但是呢 大部分人 看不见鬼 但是世界上是有鬼的 而且鬼是来吞吃人的 所以呢 他们有一群人呢 被训练 专门是来灭鬼的 但是要成为一个 灭鬼的这个团队呢 需要付上非常大的代价 不是那么简单的 如果没有一定程度 或者是相当的决心 跟这个自律的话 你没有办法进到 成为一个灭鬼的团队里 然后呢 在这个团队里面 他强调的是 家庭的重要 朋友的重要 团队的重要 那他所要带出来 是讲到说 公义的这个概念 以及怜悯 各位讲到这边呢 你不会觉得说 这跟圣经呢 蛮像的吗 是吧 所以我们常常都是 花时间在讲说 这个哪一个不对 这个不好 这个里面有什么 当然他们花了 很多时间在研究 他们拿了哪一个 鬼灭之刃嘛 就是那个刀嘛 那个武士刀嘛 我在讲这个事情 但是我看到更多是 他里面所带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 其实我跟我 这个小儿子呢 就有了一些 共同的话题之外呢 我其实还可以跟他 分享一些 我的看法 那今天我就要跟你分享 我的看法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 每次该我讲到的时候呢 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 四福音里面的马可福音 请你稍微忍耐一下 我今天开场有点久 你看我 这个马可福音 介绍的就是 耶稣基督的起头 那耶稣基督的起头呢 各位我要跟你讲 就是说 今天要跟你讲 就说 对很多人来讲 他的东西太新了 他的东西太有革命性 到一个地步 人们看不懂之外 他不能接受 而且他的观念 新到一个地步呢 他的观念新到一个地步 我认为 在今天的社会里 包括今天的教会里 到底有多少人 真正明白呢 我都很怀疑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当你把圣经 当作一个经典 一个宗教的经典 来看待它的时候 你不大能体会 它里面的那个 实际的意涵的一个震撼 就是它真的是一个 非常革命性的一个概念 我甚至想要表达 虽然这个动漫呢 这个日本的动漫呢 非常的吸引人 甚至呢 我们都有同工说 他在去看这个电影 这个剧场的时候 甚至看到掉眼泪 那我想表达的是 当我去看的时候 我更深的感觉就是呢 其实这个动漫呢 他所要表达出来的 这个概念呢 都还比不上 圣经里面 在耶稣基督的时代 他所要引进的 新的观念 所以等一下我就要跟你讲 这个新的观念 这个部分 所以你可以的话呢 跟我一起看到 马可福音好不好 跟我一起翻到 马可福音的第一章 所以以后呢 我会每一章 都 但是没办法整章看 我们会跳着看 所以你跟着我 看到马可福音第一章 然后我们来念几段经文 我带各位祷告 然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 他到底在讲什么 马可福音的第一章 请你跟我一起念 马可福音第一章 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现在念马可福音第一章 第一节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了 好不好 第一节到十一节 一起来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福音的起头 正如先知 以赛亚书上记者说 看啊 我要猜浅 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照这话 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 传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赦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蜜 他传道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第九 那时 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在约旦河里 受了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 从天上来说什么呢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停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直接跳到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呢 我们一直要来看到 三十九节 二十一到三十九 今天比较多 但是呢 我们一起来念神的话 二十一节一起来 到了加百农 耶稣就在安息日 进了会堂教训人 众人很稀奇 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文士 在会堂里 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 他喊叫说 拿撒勒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 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污鬼叫那人 抽了一阵风 大声喊叫 就出来了 众人都惊讶 以致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事 是个新道理啊 他用权柄 吩咐污鬼 连污鬼也听从了他 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 加利利的四方 他们一出会堂 就同着雅各 约翰 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 就有人告诉耶稣 耶稣进前 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热就退了 他就服侍他们 天晚日落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 和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 害各样病的人 又赶出许多鬼 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次日早晨 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 在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 遇见了 就对他说 众人都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 去联敬的乡村 我也好在那里传道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于是在加利利全地 进了会堂 传道赶鬼 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啊 当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带着可慕的心 可慕亲爱的圣灵 也就是真理的灵 来引导我们众人 进入那一切的真理 恳求亲爱的圣灵 光照我们这个人 让我们眼睛得以看见 耳朵可以听见 心里可以明白 以至于我们整个人 都可以回转 归到主你的面前 但是那一切拦住人 来听见你声音的魔鬼 我们现在奉主 耶稣基督的声明 命令他都要 离开这个地方 释放你的百姓 让每一个人 都可以自由地来遇见你 看见你 知道你是那 又真又活的主 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 基督你宝贵的圣名 阿们 所以你在看到说 在约翰福音 每一个福音 尤其是马可福音的时候 马可福音跟其他的福音书 它非常的简短 而且非常的直接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首先他讲到说 耶稣基督是怎么开始的 我先让你先清楚 你先跟着我先清楚看见 当他受洗的时候 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 这边记载说什么呢 天开了 主耶稣受洗的时候 天开了 他说什么呢 这是我的爱子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所有教会的 无论你在线下 在线上的 请你仔细听 仔细听我讲 主耶稣是受洗的时候 他从水里上来 圣灵像鸽子 降在他身上之外 天开了 天父为他说 对他说 这个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很多人在读这个的时候 就把它读过去 但是我奉耶稣的名 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一句话 不是只是对 耶稣基督 他个人说的 也是对所有凡事受洗 归入基督名下的 神的儿女说的 阿们 你听到 你已经受洗 归入基督名下的 你一定要听清楚 一件事情 神要对你说 神也已经对你说 你是我的爱子 是我所喜悦的 仔细听 神爱我们 我们是他的爱子 主耶稣是他的爱子 并不是因为他 已经出去服侍了 不是他已经到各个地方 去讲道 一病 赶鬼 带出极大的成绩 以至于神说 我非常喜欢你 In fact 仔细听 他受洗的时候 他什么都没有做 他只是受洗 他只是受洗 从水里上来 Nothing 还没有做的时候 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 再来 神就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仔细听 凡是受洗 归入基督名下的 你仔细听 第一个 你的身份改变了 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神的 现在成为神的儿女 跟你旁边讲说 你是神的儿女 你怎么知道你是呢 不是因为我自己说 我是或者是我努力 成为他的儿女 我有一天要成为他的儿女 不是的 你已经是了 为什么呢 在十字架上 透过耶稣基督的工作 十字架就是他为你做的 你受洗起来的时候 受洗不是只是叫你罪得赦免 很多人想说信耶稣就是 你不要下地狱 我要上天堂 你知道福音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洗礼是在十字架上 神要做的一件事情 祂要赦免我们的罪 为什么赦免我们的罪呢 因为祂要恢复我们与祂的关系 什么关系呢 儿子跟父亲的关系 阿们 所以受洗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改变是 我们的关系改变了 我们的身份改变 我们的关系改变了 然后神的灵直接就在 我们的身上 阿们 所以呢 你奉耶稣的名一定要跟你讲 神已经悦纳你了 你不需要再去努力做什么 以至于神来悦纳你 而是当你受洗 归物基督的名下的时候 你已经蒙悦纳 你有一个新的关系 你有一个新的身份 而且是什么呢 神已经悦纳你了 阿们 为什么这件事情的重要呢 因为很多人 你没有这个 基督徒 你至谁也成为基督徒 如果你没有明白 这一件事情的话 你白白当一个神的儿女 你根本不知道 我成为基督徒 是要干嘛的 你搞不清状况了 然后再其中了 你仔细听 你已经来教会一阵子 无论在线上线下 都是一样 你还没有受洗 归入基督名下的 各位赶快报名 今天Helo也讲了 就是说呢 你要赶快报名 很多事情可以等 这件事情就是不能等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神的世界 还有包括魔鬼 黑暗的世界 他们打死都不希望你 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 我服侍神超过27年 差不多30年的一个时间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以为一个人要受洗 是这么简单的吗 我常常看到一个人 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 我都会说 这个是一个神迹啊 It's a miracle 一个人可以受洗 归入基督的名下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只能认为这是小事 你还要排你的schedule 你还要排 但是你的什么呢 周年anniversary 还是你的生日 不要再等了 赶快洗啊 我怕你没有下一个生日 这样子就会很快的 对不对 我以前要洗的时候 急得要命 因为根本不晓得 就是说 你根本不晓得 谁能预估他的明天 更何况 很多跟我约 洗礼是约到明年的什么时候 我说 为什么你约到明年 刚刚好那天 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 求主怜悯你 帮帮忙 救命 各位受洗不能等 但是我这边要告诉你 一件事情是呢 其实今天要讲的是在哪里 你来看到 21节进到家板容 今天我要告诉你的事情 圣经里面早就记载 但是我要告诉你 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新的概念 以至于人家看到 现在最新的什么剧啊 或者是动漫啊 会觉得说 哇这个好新哦 这有点可怜 你对圣经不大明白 这个不符合真理 这个不符合圣经 谁跟你说的 搞不好一个动漫 它比我们都还要符合圣经 其实很多的事情 在我们拒绝它之前 花一点时间明白了解它 你主要是要花时间告诉它说 这边应该怎么看待它 所以当它在讲鬼灭的时候 我真的是忍不住 很骄傲地跟我儿子讲说 你老爸才是鬼灭啊 哇你们的反应太厉害了 太棒了 心情好了 我觉得我今天可以结束了 开玩笑 二十一节 看一下二十一节 到了加板农 耶稣就在安息日 进了会堂教训人 仔细听哦 这边有些重要的事情 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文士 结果在会堂里 仔细听到二十三节说 有一个被污鬼附着 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 他喊叫说 拿撒勒人耶稣 注意哦 他说 我们 与你有什么相干 不是一个人吗 一个人在讲话 里面是说 我们跟你什么相关 各位 圣经告诉我们 魔鬼一直都在 从创世纪就在 一直到起诉 到最后的时候 但是呢 根据 其实呢 在十九世纪 有一个非常棒的 一直到二十世纪 那个一个非常棒的 这个护教学家 叫C.S. Lewis 路易士 他就说呢 魔鬼的工作 我简单的解释给你听 就是 要嘛不是让人家觉得 他不存在 就是要人家觉得 他存在 大到一个地步呢 这个鬼变成一切 因为整天活在恐惧里 你听懂那个意思吗 不信的人 根本不相信他的存在 信的人又信得太过 以至于整天活在恐惧跟害怕里 但是呢 基督徒不应当是右边 或者是左边 基督徒要非常正确地看待 魔鬼是存在的 而且魔鬼捆绑着人 但是呢 我不是 我知道他的存在 不是好让我可以避开他 或者是呢 怕被他捆绑 不是的 我不是要活在恐惧里 我来是要告诉你 你 应当要做什么 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应当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的时候 各位哦 各位 我今天跟你讲这个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大概可以跟你打包票 你会遇见的 只是你遇见的时候呢 你不晓得是什么 你遇见的时候呢 不要紧急打电话说 叫牧师来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已经在现场 你一定要当下要处理 所以呢 我跟你看 耶稣在福音书所记载的 就是要让你明白 听哦 他所做的 你跟我都要做 阿们 跟你旁边讲说 你也要做耶稣所做的 我觉得你们好像非常不相信 你做就好 我不要做 再跟转一遍说 我要做耶稣所做的 所以那个被鬼附的人是一个人 但是里面有很多的鬼 所以他说是我们 我昨天有一个姐妹才跟我讲 她说牧师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 这些年来 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在职场上面的一个领袖 但是他说那个过程里面呢 他被鬼挟制了 他说我以前对圣经不是那么明白 但是我要告诉你 鬼是真的 而且他一直对我说话 而且不是一个 是很多的在对你说话的 我甚至可以跟你讲 你去问 很多选择自杀的 结束的人 我常常问说 你有听到什么吗 绝大部分的人告诉你说 都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要做什么 你就去跳吧 很多人就是去跳吧 或者是这样结束吧 你不觉得一结束的话 你会轻松很多 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 都有声音在对他说话 我认为很少很少数是 没有声音在那个地方的 所以我们要么就是完全认为 不可能的 没有这件事情 他只是精神上有问题 他生病了 昨天那位姐妹来跟我分享 就说牧师啊 牧师结果到最后 我现在得释放了 神进来帮助我 得释放 我一次都没去看医生了 因为你可以把他当作是有病 然后大量的吃药 把自己压制下来 或者他选择说 我一定要解决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他来寻求神 他现在得着极大的释放 他来到教会是说 我需要被遮盖 我来到教会 我需要被装备 因为魔鬼太真实 仔细听 在我们的生命里 包括我们的家人 或者是我们自己 其实都有鬼在旁边 只是你不晓得有 我现在的问题是 很多人把所有的问题 都怪给鬼 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 鬼叫我做的 你为什么外遇 因为鬼 试探我 勾引我去做这个事情 哪一个鬼 狐狸鬼 你为什么吃成这个样子 就是贪吃鬼 有些人就莫名其妙 把所有的事情都怪给鬼 我不认为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人都走极端的 要么全部都是鬼造成的 鬼害的 要么完全看不见 魔鬼他实际的工作 仇敌就是躲在黑暗处 我们在明处 让我们看不见 那我仔细要跟你讲的就是 在我们周遭很多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也不是要你疑神疑鬼 但是有许多事情 你用自然的方式 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甚至医疗 在考虑这个事情 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你要稍微有一个概念 还有灵界的一个存在 他不是你想象的 这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这边讲说什么呢 他第二十四节仔细听 二十四节他说 拿撒勒人耶稣啊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你来灭我们吗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要讲灭鬼之刃 鬼灭之刃 鬼灭 灭鬼 那个鬼说 他说我们 他说我知道你是谁 你来灭我们吗 答案就是 yes 我来灭你们 你们没有人反应过来 因为大部分人看到鬼的时候就说 鬼你来灭我们吗 也没听懂 感谢主 没关系 因为你看到这边 就是说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 鬼是惊慌的 圣经里面福音书记载很多时候 鬼是说 你为什么来 我知道你 你是来灭我们吗 可是现在很多人就是 基督徒看到鬼就说 那边有鬼 赶快跑 赶快跑 不是那里有鬼 赶快 那你去 你去 你去 所以刚好相反 今天不是鬼在怕我们 是我们在怕鬼 这是不对的 我希望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到一个地步是 我们走到那里 鬼说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来灭我们吗 你就要给他带一个微笑 他说 是的 我是什么 不是灭鬼 我是鬼灭对的 我来了 然后你听 他说 耶稣责备他 二十五节 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 出来吧 乌鬼叫那人 抽了一阵风 大声喊叫 就出来了 众人 听啊 众人都惊讶 所以鬼惊讶之外 一般的人也惊讶 鬼 surprise 一般人讲说 这是什么道理啊 什么道理呢 你看哦 他们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事 是个新道理啊 什么新道理 他用权柄 吩咐 吩咐乌鬼 连乌鬼也听从了他 他没有做法 他也没有拔刀出来 他也没有花时间练习 听我讲 嘿 哈喽 他就从水里上来 神说 这个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 当你成为神的儿子 不是只有关系的恢复 得到新的身份 你还得着全新的权柄 阿们 但是问题是呢 你不知 鬼知 所以鬼看到你的那个脸 那个样子就知道 你不知 所以他就会吓你 然后你就会说 鬼啊 你来灭我们吗 你要记得黄牧师讲的 这不符合圣经 你要跟他讲说 不是 我来是要灭你们 再看一节 再看一节 在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什么呢 除灭魔鬼的作为 后面那一段再念一遍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什么呢 魔鬼的作为 各位 谁是神的儿子 除了主耶稣之外 我们也是神的儿子 我们显现出来 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阿们 所以你今天回家就说 跟你儿子讲说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我是鬼杀队的 哈利路亚 因为我显现出来 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但是你会说 可是我不会 我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先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出现 应该是我们出现 魔鬼要退 因为我是来除灭他的 你先听懂这一件事情 第一个 真的是有魔鬼的失利 这一件事情 第二个呢 它影响我们 影响我们周遭的人 是多到一个地步 普遍到一个地步 是超过你想象的 但是呢 你不要视而不见 你一定要明白 你就是神的儿子 你不要想说 只有牧师是神的儿子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每一个都是神的儿子 阿们 你只要受洗 归入基督的名下 你就是神的儿子 再来 再来 我时间的关系 因为我今天开场有点久 来看路加第四章 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 你不要念了 我念给你听 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 这个都是讲到 耶稣一开始的时候 是怎么开始的 第四章第十四节说什么呢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耶稣来到拿撒勒 第十六节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 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 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 我们一起大声来念 十八十九一起来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才前我报告 被掳的德释放 瞎眼的德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报告神 月纳人的喜年 于是把书卷起来 交还执事就坐下 会堂里的人都定睛 看着他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经应验 在你们耳中了 阿们 然后再一节 然后我要做一个示范 我快速再念 同样在路加福音 第十章 十七到二十节 路加福音十七到二十节 我念给你听就好 那七十个人 欢欢喜喜地回来说 主啊 因你的名 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耶稣对他们说 我曾看见 撒旦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然而 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 就欢喜 要因你的名 记录在天上 欢喜 看我 主耶稣说 耶和华的灵 主的灵在他身上 因为他用膏 膏了他 看哦 什么时候你看到 耶和华 也就是神的灵 在耶稣的身上呢 我们刚才有读过 什么时候 受洗的时候 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圣灵像鸽子 降在他身上 有没有 感谢主 刚才明明就一起读 现在只剩下三个人 说有了 明明大家一起读的嘛 对不对 圣灵什么时候高呢 就是他受洗的时候 不是有一天 他变得很厉害的时候 在这边 加利利也好 你这边所看到 他都是刚刚 出来服事的时候 他说 耶和华的灵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 高我 叫我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 贫穷的人 报告 报告 被掳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然后呢 被挟制的 所有被挟制的人 都要得着自由 报告神 悦纳人的信念 被掳得释放 瞎眼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 得自由 报告神 悦纳人的信念 我做一个示范给你看 这是关系到 你跟我的 非常重要的 我忘了叫谁 Owen Yes, please 坐那边好了 对对 请坐 Have a seat 我们这个Owen牧师 完全不晓得 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等一下就会知道了 然后呢 我刚才忘了 忘了再找一个 找一位 我们还有一位 有谁 一位同工 再拿一个椅子 Simon 来 Simon 坐在前面有好处 你来坐这边 拿一个椅子 坐这边 再多拿一个椅子好了 拿两个椅子 坐着好了 然后我想请第一位出现 Harrison, please come up Thank you 来 我们加快速度 Come up一下 Philip,你来帮忙 也太好了 那你干脆跟Simon一起坐着好了 你站在这个Owen的后面 James Brother, please come up 好,就都站在这个Owen的旁边 他的工作 他们两个 他们刚才两个就问我说 要做什么 很简单 你们工作就掐他就好了 好,掐他就好 就这样按着 我想给你表达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 好 我站这边好了 很多的人 你仔细看 圣经里面记载 我们很多人 很多人是受压制 压着他 就是他要站起来都不行 站起来 你还来真的呢 那又OK OK,他也很强壮 不用担心 哈喽 仔细听 我们有很多的人 甚至包括我们自己 或者是我们的孩子 甚至我们另外一半 或者是你周遭的人 是正在被压制中 I can tell you as a fact 这是一个事实 然后呢 没有办法解决 听我讲 我除了这些年 多年服事 那你知道Good TV 请你们牧师呢 就是在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节目 叫真情部落格 然后在人家做完见证 做一个总结 然后为人家祷告 那我要告诉你 很多 就是我们可能 你所认识的 听到的见证 可能都一个两个 我除了多年的服事 再加上听到很多 在电视上做的见证 他们都讲一件事情 他们被压制 甚至很多人都说 他不想活 然后呢 他就想办法去拜 他就想办法 要得到解决 所以很多人都是 耗尽他的家产 重点是呢 整个做完之后 更惨 找不到出路 就是找不到出路 听我讲 那我们在哪里呢 我们在教会 在这边 你看到那个 欧文的情况吗 你有看到吗 有 你觉得怎么样 很辛苦 很可怜 是啊 我真的觉得也是 真的是要为他祷告 我们应该为他祷告嘛 是 是 感谢主 然后呢 我们最近教会有一首新的歌 在哈雷路亚这一边 我们一起来敬拜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我们正在哈雷路亚这一边 嘿 我已经改了这个歌了 你有看到欧文吗 有 有 你觉得怎么样 还是一样 没有改变 你说最后那句什么 很辛苦 好来 我们再一起来敬拜主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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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这一边 嘿 Ted 我已经帮你改掉了哈 最多了不起是 我们帮他祷告 主啊 你要可怜啊 你看这个人啊 真的是有够可怜的 你最近有看到这个欧文吗 你觉得怎么样 好像还是很辛苦 没有变 有够可怜 我们为他祷告嘛 主啊 我们一起伸手为他祷告 主啊 求主你怜悯怜悯他 有够可怜耶 怎么这样子 你看他被鬼掐成这个样子 哈 好 各位 各位 你听啊 你看我 这就是现况 我们觉得他也可怜 快要死了 你看后面 而且鬼都不止一个哦 一次来都是 大概都是两个 而且是有时候是一群的哦 可是我们在这边敬拜 在这边祷告 这边唱诗歌 他不会改变啊 这一个人 有可能 这一个人 很可能就是 你家的孩子 他被什么抓住 你也不知道 这一个人 有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 有可能是你最亲的人 他不一定只是心里被抓住 有的是身体都生病了 这边 马可福音是有记载的 到底要怎么办 听哦 一定要有人走过去 从那边走到这边来 听啦 这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你一定要看见 You have to visualize it 你眼睛一定要看见 一定要有人走过去 就说 报告什么呢 被掳得得释放 瞎眼的 瞎眼的 瞎眼是因为他一直以为 这是他自己发生的 他一直认为 这个就是他自己造成的 但是他不晓得 有可能是他自己造成的 但是后来 瑕疵就来 掐他 看我 你想有一些人 你最近都有看到 有些人可能 你每天看 每一个礼拜看报纸 都有人突然就跳楼了 对不对 有年轻的 对不对 有人开枪 有的是怎么样子 对自己 你认为那是自然吗 他就说 他自己就是因为 他不知道得了什么病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想过 他是被掳的 他是被挟制的 那到底怎么办呢 你们的家 我们周遭要有盼望 一定要有人过去就说 Hey You are free 听哦 不是 我今天没有带刀来 真的是 谁把我把我的刀拿来 今天不是我来砍他们 也不是说 我的力量有没有比他还大 没有办法 你仔细听哦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只有一个东西就是 看我 主的灵 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 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 可怜的人 贫穷的人 报告 被掳的 得释放 你们也应该可以过来一下 不要让我一个人而已 站在那两个人的后面 我没有跟他彩排 他们自己要这样做的 听听听 因为主的灵 不是只有在我身上 也在 Philip的身上 也在 Simon的身上 看我 我们的工作是来 Declare 他已经叫你的 释放了 这是新的道理 什么叫做新的道理 是 人们没听过 包括 今天 人们也不晓得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是什么呢 你一定要 你绝对不能分心 听我讲 就是呢 你 已经有权柄 可以践踏 蛇跟蝎子 胜过他们一切的能力之外 他们不能害你 他不能害你 所以那个七十个出去 传道的 医病赶鬼的 回来很开心 他说 猪啊 连鬼也服我们 他们很shock 他们非常的惊讶 这个事情 我想要告诉你 今天呢 101教会在这边 在告诉你 清楚的 这个福音是什么呢 是不是有一天 你会变成 有能力的 神的儿子 而是要告诉你 看哦 当我受洗 起来的时候 神的灵 已经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而且他说 这个 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 我再讲一遍 不是只单对一个人 对我们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来 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说 我来这边报告 主教你 得着释放 所以 听哦 所以 be free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得着自由 你要得着自由 然后呢 我只要宣告 他就可以be free了 先给他们后面的一个掌声 Owen you stay with me 留一个椅子 留一个椅子给我 那个可以拿下去看 请你看我 我可以在这边 继续敬拜 祷告 读圣经 do whatever 的追求在这里 He's not going to change 他继续活在黑暗里 他继续活在一切的痛苦里面 你听懂我在跟你讲什么 他就需要有人站起来就说 牧师说 我们去传福音 不是我说 圣经说 给贫穷的人 可怜的人 All I need to do is 报告 我来报告 I'm here to declare declare the good news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现在是神悦纳人的喜年 be free 很多人害怕 我去了 结果没有让他得释放 我顺便被抓走 被鬼抓走 结果呢 本来是一个人被掳 我现在是两个人被掳 去几个 被掳几个 神的话说 他已经 重点都是已经发生了 好消息都是已经为你做了 已经给你权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而且胜过他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Amen 谢谢Owen 我时间有一点紧 但是我要多加一个故事 我早期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 淡水还在 还在那时候在幕会 那我们其实这边呢 有一些的 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是从淡水来的 谢谢 那其实呢 在很多地方呢 都是 拜拜非常非常 重度拜拜的地方 有很多的迷信的地方 我有一次呢 带一群人 就是有人受洗了 他们就说 那牧师 听说要拆偶像 请你去 请你来好吗 我记得有一年呢 很多年前 我就带一些 比较年轻的传道人 说我带你们去拆偶像 所以把 带着 要拆偶像什么的 那它是一个地方 是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 然后 附近所有的邻居 都听到就说 那个牧师 听说他们要拆偶像 可是你知道 有一些他们拜的偶像 是邪门的 是不是普通的偶像 所以呢 那天我们去的时候 除了当事人说要拆的 我们 我带了一些年轻的传道人去 那旁边围观了 很多的这些的邻居都来看 然后远远的就说 不好啦 这样你不好啦 就说不好啦 他的意思不是反对我们 他们是觉得太危险 你听懂吗 有些人生气 说你不要这样做 他不是 他们是不好啦 不要啦 这个危险啦 这样子 你听懂的意思 所以那年轻的 我们就把那些什么 他们都什么 各种那种什么地藏网 反正那些 反正一些就是 很黑的 你看那些脸都很黑的 全部聚在一堆 我就叫其中一个 就说你拿那个铁锤 敲碎了吧 你知道那时候旁边 就一直都很紧张 就那年轻的传道 就拿铁锤 一敲下去的时候呢 那铁锤弹回来 差点把自己砸到自己的头 所以他一敲下去 整个弹回来 打到自己的头的时候 全场都惊呼 这样子 那真的全部都叫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一看 我一看那个情况呢 各位 那种都是什么陶瓷啊 或什么的 没有可能 你拿一个铁锤 敲下去 还会弹回来 那都是里面有鞋铃的 你听懂的意思吗 所以他打下去 弹回来 差点打到的时候 我一看 我自己带的团队 每一个人心都消化了 他们最想做的事情就什么 逃 你知道吗 可是那一天 这么多人在看 然后我们就大摇大摆的 拿什么东西要去 对不对 我一看那个时候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在服事的时候 都有一瞬间神会讲话 神突然对我讲话 说什么呢 已经给你们权柄 践踏蛇和蝎子 突然就约的一个 一个故事就出来 约苏亚踏在那些 他所刷的那些王的 踏在他们的景象上 所以我们的同工这样子 其实已经是这样了 已经差不多要走了 我全部说 给我转回去 全部都转回去 然后上好 然后叫每一个人说 你把脚每个都给我踩上去 你能想象那全场那种惊呼声吗 大家 觉得要出人命了 这什么的 我说铁锤拿给我 因为有点太轻忽了 像这种有灵的 就是你要先 奉耶稣的名捆绑他 有几次我在教弟兄姐妹 宣告赶鬼 然后就有一个弟兄问我说 牧师就像你在台上常常讲说 离开那样子吗 我说对 就是这样 其实我都常常在赶鬼 你不晓得而已 奉耶稣的名捆绑你 然后就拿起铁锤 啪 敲下去 然后快速这样 全部敲碎了 那全场是乱到不行 我就说 把他包起来 然后背起来 我们走啦 因为我也不想被打 你知道吗 真的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本来敲不碎的 他后来问我说 为什么都敲不碎 我说那个有权势那边 我有点轻忽的 你要先break他 奉耶稣的名 断开那个力量 断开那个力量 把他敲碎 那一次呢 如果呢 我们都跑光了 我今天不会 应该不会 今天不会站在101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心里就会恐惧跟害怕 我要告诉各位 亲爱弟兄姐妹 有太多的例子 我可以讲太多的例子 很多人真的很可怜 再讲一个例子好了 以前有一位 有一位弟兄 都在淡水的时候 他呢 他就是精神一直有状况 重度 精神 分裂 那那个故事是这样子 他孩子 他大概在初中的时候 要毕业的时候 大概国二国三的时候 父亲过世了 对他 极大的一个打击 他就在 从此之后 精神就分裂 那严重的分裂 anyway 我快速跟你讲 我在那个教会聚会的 他在我们教会聚会了三年 有一 那时候我其实还在学习 学习什么呢 勇敢的 跨出去 奉主的名 宣告 被掳得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受压制的得自由 你听懂吗 理论懂 跟你实际走过去 be free 有距离 你想不想你坐在那边 比较舒服 anyway 长话短说 那时候我早期在服侍 我这一辈子没有遇到过 这么多的污鬼邪灵 我在淡水那时候 我全部 大量地遇到 师母坐在这个地方 有一次我们在赶鬼的时候 我们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 那个人又变成什么样子了 那怎么赶都赶不过去 然后师母在我旁边说 我看到什么狗啊 看到什么东西的 后来呢 还看到什么偶像的 后来就奉那个 捆绑那个偶像 那个人就得释放 我说 你怎么那么晚才告诉我 我赶了半天 你看整个全身都大汗了 他说我哪知道那是什么 我只是一直看到 然后看你又赶不出去 才来告诉你 反正那个人得释放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中间学了很多 anyway 回到那个重度 重度精神分裂的 那时候我们开始 跨出去 宣告 听哦 不是 为什么他新道理 不是拔刀 不是我修行高 都不是 只是因为 我已经有权柄 我只是需要 exercise 我的authority 施行我的权柄 行使我的权柄 你听懂的意思吗 我不用再去练 那个鬼灭是我 还要成为一个 鬼灭队的 今天我们已经是了 我只要施行我的权柄 所以那天在为那个弟兄 叫人家出来祷告 一个一个祷告 祷告到他 祷告的时候 他就突然倒下去 会后的时候 他跑来找我 他说牧师啊 牧师啊 他就叫我说 你看我 你看我 各位 我都是叫人家看我 现在该会众叫我说 叫我要看他 他说你看我眼睛 你看我眼睛 然后就问我说 你看我哪里不一样 我说你 你哪里不一样 他说牧师啊 你没看我 我醒过来了 我说什么意思 我醒过来了 他说我 我从这中间 不然都是在做梦 我都不晓得在哪里 但是你今天为我祷告 我一倒下去 取来的时候 我醒过来 你看我眼睛 他从此好了 而且开始有工作 他的妈妈因此来到教会 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 因为这是他的独子 我要讲的是这样 我不是要讲这个 我要讲的是呢 他当基督徒很久 所以他那是国中的时候 遇到的事情 那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 已经四十几岁了 四十几岁 不算他在我自己的聚会里面 也聚了两三年 也跟我们敬拜 也听我们讲道 但是没有得自由 直到有人 都已经在同一个会堂 在一起聚集 不像刚才跟Owen坐这么远 他还是没得到自由 直到有人走过去说 Be free in the name of Jesus 得释放吧 他就得释放 所以人家说 这是什么新道理 这是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就这么简单 Yes 它就是这么简单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周遭 到处都是人被捆绑 但是你是否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传好消息 好消息不是只是一个理念 一个观念 是告诉你 神已经在你生命当中 所做的事情 今天只有在于 你相信他的话 或是不相信 如果你相信 你就走过去 按在那个人身上说 今天 你得到释放了 Amen 他就得到释放了 有人要赶走过去 宣告 报告 今天是神 悦那人的信念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